人生最大快乐的传越是来自于自己的心灵 想要心灵获得喜悦 人体内的血清素水平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睡眠质素会影响身体内血清素的水平 所以今集MISS会制作两款帮助睡眠的豆浆 记得要看到最后和订阅啦 Namaste,我是MISS林青 欢迎来到MISS Dream Journey 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种化合物质是血清素 它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记忆、性欲、食欲和身体的能量 当一个人身体内的血清素太少或者太多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敏症、异怒、沮丧、焦虑、没办法集中 很想吃甜食或者是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这些会影响人类情绪的血清素 主要是由大脑在每晚的快速动眼睡眠状态期间分泌出来的 一旦睡眠不足或者失眠 就会缺乏快速动眼睡眠 令到第二天起床之后 没办法维持良好的情绪状态 所以今集我们就来做两款可以帮助改善睡眠质素的豆浆 8盒葡萄小米豆浆和南瓜8盒豆浆 今次只是用食谱里面5分1的份量来制作 应该就不会变成糊状啦 做法其实也是一样 首先将黄豆洗净 用清水浸6-8小时 如果夏天的话最好放在冰箱里面浸 这样就可以避免发臭了 第二就是将小米洗净浸2个小时 第三把鲜8盒洗净 然后将花瓣分开 接着将黄豆、小米、鲜8盒、提子干 一起放到豆浆机里面 加清水去到上下水线之间 盖上盖子 按豆浆的按键就可以了 虽然可以直接将黄豆放入豆浆机 但Missi也会将它浸一浸 因为在炮浸的过程中 黄豆会释放出一种烤素 将蛋白质变成胺基酸 多糖变成单糖 大大地减低了食过多寡糖 所导致的腹胀、 腸鸣和放屁 营养亦都会变得更丰富 而白盒亦都有做淨心 提高睡眠质量 完成之后就把它倒出来 然后跟个人的口味 添加冰糖或者蜜糖调味 第二款除了有8盒 还加入了可以抗抑郁的南瓜 而且同样可以帮助睡面 用清水浸泡6-8个小时 然后把南瓜洗净去皮切粒 鲜白盒洗净分开一反反 再把南瓜鲜白盒一起放在豆浆机上 加清水至上下水线之间 盖上盖子按豆浆锅就可以了 黄豆含优质蛋白质 和人体所需的七大营养素 但千万不要一天喝太多 一杯左右就差不多了 完成之后就倒出来 跟个人的口味趁热加盐 和胡椒粉来调味 第一次喝加胡椒粉的豆浆 这杯就是第一款 这个就淡一点 因为加了很多水 加少了豆的份量和多了水 我想加多一倍份量的材料就差不多了 这个加少了一半水 这个有点南瓜的颜色 其实也不是很厉害的胡椒粉味 南瓜味不是很厉害 还是黄豆味比较重 检视一下自己过去的生活 特别敏诊 耳溜 沮丧 焦虑 没办法集中 特别想吃甜东西 和坦水化合物食物的时候 是不是通常都是发生在睡不不足的状态之下呢 以后可以试试先睡一觉好的 醒醒之后就会发现又是新的一天了 愿你每晚都香甜入睡 直到天亮 今集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如果还没订阅的话 快点按下面这个键 打开小叮咚 还有记得要给个like 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有任何感想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和分享 我们下星期再见